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今天来聊聊 兰花的科普吧 通常我们都是养兰花嘛 那我们来今天聊聊比较深一点的兰花知识 我们都知道兰花是一种不好繁殖的植物 通常在自然界中 兰花的授粉 通常是由昆虫来形成一种媒介 当然 有些兰花甚至会欺骗昆虫 改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些的议题 那当昆虫在不同的花和花之前访问的时候 通常会把兰花的花粉带到其他的花朵上 这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兽粉的现象 像我们之前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那个兽粉的状况 当兽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 当然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那个果夹 长条状的那个果夹 有些果夹呢 甚至可以当食品来使用 像是一些香草兰之类的 他的果夹成熟之后 经过了烘焙以后 就可以当作 香草来使用 当产生果夹以后呢 会经过长时间的成熟期 不同种的兰花不太一样 有些是三到五个月 甚至有些是长达一年之久 特别是加德利亚兰之类的 大概都会有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兰花的生长非常的久 非常的久 而当果夹开始变色的时候 你可以把果夹打开 兰花果夹打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很像粉末的这些东西 我们称为它的种子 那这些种子都会发芽吗 在人工环境中 这些种子可以利用五居民的培养方式 可以大部分都发芽 但是在自然界中 这些种子都会发芽吗 其实兰花如果它的种子都可以发芽的话 那兰花的数量 应该就跟野草差不多 到处都有 因为兰花种子 里头一个国家里面 大概有几万棵以上的种子 或几千棵以上的种子 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这么多的种子 没办法完全的发芽 所以你会发现 兰花的数量 其实不是这么的多 相对 其他的杂草 其他的木本植物 兰花的数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 那在自然界中 这些兰花的种子 是大部分都不会发芽的 当它成熟的时候 那个果夹的外皮 会产生翻转 果夹里面的种子喷出来 随着风飘逸 可以飘飘飘飘到很远的地方 或飘到比较适合的地方 有些会掉到比较干燥的地方 或是掉到太阳下 就无法发芽 飘到潮湿的地方以后 它也不一定可以发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缺少了某一些东西 而且它必须遇到某一些东西 它必须要遇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我们称为蓝菌 蓝菌是什么呢 蓝菌 简单来讲 就是一种 真菌 它是一种和兰花共生的一种真菌 其实兰花的种子 为什么在正常环境中 是无法发芽的呢 主要的原因 兰花在演化上不知道为什么 缺少一个很特殊的构造 这构造我们称为胚乳 胚乳 如果你有看过 你有读过生物学的话 在教植物的那个章节里头 一定会讲到胚乳这个东西 兰花的胚 它也只发育到一个球形胚的阶段 它没有胚根 也没有胚牙 所以其实它就像一个很球体一样 胚乳对植物来讲 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以前常看那个 高中的课本的时候 或是国中的课本的时候 他都会讲一个胚乳的构造 这个胚乳的构造在一般的植物里头 主要是有储存养分的功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称为胚乳 它像是我们在吃的稻米 或是玉米 这些果物里头主要我们吃的地方 就是胚乳 胚乳这个功能在演化上 主要就是提供植物在生长时的养分 当它在成长的时候 胚乳会提供它们养分 让它们成长 在演化上也有植物是没有胚乳的 例如有些植物它在前期的时候 胚乳就会退化 这时候它会利用子叶来当作 养分的提供的来源 那兰花呢 兰花缺少这个储存养分的地方 所以它在野外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种子都无法萌发 甚至在人工环境中 你把它撒在土壤上 或撒在潮湿的地方 它也不一定能萌发 主要就是因为缺少养分储存的地方 小分的种子飘到适合的环境以后 又必须遇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我们称为共生的真菌 它才有机会萌发跟成长 在很久之前 兰花都很难大量去繁殖 所以以前兰花有的时候都非常的贵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无法繁殖 或是繁殖能力非常的糟糕 这时候呢 就量就稀少 所以非常的贵 直到了1921年左右的时候 植物学家在五菌的环境下 提供了兰花生长 所需要的必须元素 和微量元素 这时候呢 兰花就可以在五菌的环境下 产生繁殖的状况 也就是我们常 出现的主瓶苗 主瓶苗 在1920年以后 慢慢的发展起来 到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完整 所以可以大量的产生 我们所现在所看到的兰花 相对而言 因为可以在人工环境下培养 兰花价钱 从此以后也开始变低了 在自然的环境状况下 当兰花种子遇到适合的真菌以后呢 真菌就会提供兰花的种子适合的探源 当兰花种子开始生长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转成一颗完整的植株 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前期其实还蛮有趣的 兰花的种子 其实是依靠真菌所提供的养分 做成长跟分裂 所以理论上在前期的时候 兰花的种子是没法光合作用的 这时候你可以说兰花的种子是寄生在真菌上 其实它算是一种寄生 那直到了兰花长大形成的光合作用大小以后呢 兰花才会利用它自己的 光合作用的养分去做成长 这时候它就可以不用依靠菌根来提供养分 然后形成光合作用 如果你有看过 他们在解剖一下 兰花的根的时候 有时候这种菌根会在兰花的根部成为一个球状的构造 非常的有趣 当然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兰花 我们称为辅生兰 辅生兰呢在台湾有很多种 像什么珊瑚兰之类的 珊珊瑚兰之类的 这些兰花在平日中你是看不到它的 但是它在开花季中会从土壤中冒出来开花 这些植物呢 不具有光合作用的叶绿素 它完全依靠菌根来提供它养分 所以在森林底层呢 他们科学家有发现 这种真菌呢在底层其实会形成一个类似网络的构造 有科学家曾经用一个放射线的物质同位素去做的研究 他发现其实兰科的植物呢会利用这种共生的真菌 去吸取附近植物的光合作用的产物 帮助它成长 非常有趣 所以呢在森林中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单纯 可能利用真菌或利用其他的东西去获取其他的养分 而兰花的菌呢其实有非常多种 他们在研究上呢不同种 不同种的兰花上其实有不同种的种类的真菌 那不同种的真菌对同种兰花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非常有趣 在野外呢 他们在人工环境下 他们会取野外的兰花回来 把它菌独立开来 他发现这些菌呢是有效能增加兰花的生长的 我们在说明的地方 我放了一个PDF档 那个是台大的一个研究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观察说如果我用分生苗 然后用接种不同的菌 是不是会产生不同的状况 后来他发现说有只要接种菌的状况 成长速度都会比较快 那没有接种菌的状况 成长速度比较慢 如果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说明的地方看一下 那边有个PDF档 可以看一下 你就知道说有接兰菌跟没接兰菌 会影响他的繁殖 OK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去看一下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